提起三角翼战斗机 最著名的莫过于米格21和幻影2000 然而最早的实用三角翼战斗机 却是美国康维尔公司发展的F-102系列 1949年 美国共军提出研制新型高空高速捷击机的需求 1950年6月发布招标 共收到6家公司的设计方案 其中两家公司的方案获得了设计编号 康维尔的XF-102共和的XF-103 其中XF-103方案相当大胆 设计最大速度超过3倍音速 使用声线24000米 这个方案远远超过了那个刚刚突破音速年代的技术水准 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康维尔的第一架XF-102使用J40发动机 后续机使用J67 根据计算 使用J40时最大速度可达到1.8倍音速 换装J67后可以达到1.9倍音速 空军为了加快进度 决定跳过原型机阶段 直接以预生产型进行低速生产 由于设想的J67发动机和MA1火控系统的进度跟不上 先用已有设备装备F-102 MA1和J67用于日后的改进工作 由于在试飞中 发现J40无法推动F-102达到预想的性能 尤其是速度 空军决定换装推力更大的J57发动机 1952年 空军两次订购了共42架F-102 经过多次改进 1956年5月1时 防空司令部的捷戏机中队 才接受了第一批F-102A 所有的F-102A订单于1958年完成交付 该机机长20.83米 驿站11.61米 高度6.45米 机翼面积64.5平方米 飞机空重8770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14300公斤 装一台J57P25窝喷发动机 使飞机最大平飞速度1.25马赫 实用声线16300米 航程2170公里 作战半径450公里到800公里 火控系统采用MG-3 机身中段的机腹弹舱 可携带6枚AM-26猎鹰导弹 或24枚70毫米火箭弹 其中猎鹰导弹非常奇葩 采用碰炸引信 设置在4个弹役前缘 这就要求导弹要直接命中目标 即便在今天 这也是相当困难的要求 而在那个年代 最终在越南战争中交出了白券成绩 F-102A在空军的服役过程中 参加了越南战争 因为发现不明的雷达信号 美军怀疑越南装备了喷气式轰炸机 于1966年 将F-102A部署到了东南亚 以防备可能的轰炸机空袭 一共有15架F-102A 在任务中损失 其中一架是在为B-52护航的途中 被米格-21用空空导弹击落 其余的是被防空火力击落 F-102截击机在诞生之初很先进 但是过时速度也很快 因为1950年代 是超音速战机大发展时期 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刚刚服役不久 第二代就已经出现了 1.8倍音速的F-8 两倍音速的F-104和F-105 均在1954年到55年首飞 同时在1958年服役 F-102重新改良设计后的F-106 三角标枪 也在1956年首飞 1959年服役 速度达到了2.3倍音速 1955年11月 空军订购了17架F-102B 外观上的主要区别在于 优化设计的机身 更加具有流线性 垂尾切去三角形的顶角 变成了直角梯形 进气口的位置后移 呈八字形 形状也变得方正 是新型的可调式超音速进气口 机翼上的翼刀 后来改装为了前缘翼缝 同时翼改传统的内部油箱 采用结构油箱 将机翼蒙皮兼做油箱外壳 就是所谓的湿翼结构 还有一项为了减阻的伸缩式航行灯 因为消费比过低而被放弃 1956年6月17日 由于F-102B巨大的技术提升 和气动外形的较大改进 实际上成为了先进的多的新型飞机 空军将编号变更为F-106A 1956年9月 空军明确表示 F-106A要在1958年8月前服役 这已经比原定计划晚了4年 并且要求休斯公司的MA-1火控系统 可以和北美防空司令部的 半自动地面防空预警系统联通 使F-106可以在地面系统的引导下 进入拦截航线 对目标进行攻击并撤出战斗 大多数任务都将由计算机进行控制 飞行员只负责在起降时 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操纵飞机 扮演着一个管理员的角色 这是第一种采用数字式计算机的火控系统 虽然性能很出色 但是可靠性很差 在整个服役期间 经历了数十次的升级改造 半自动地面防空预警系统的探测半径 达到了692千米 探测高度达到21336米 截击机将能够在10668米上达到M2 并能够在修斯MA-1火控系统的引导下 发射空空导弹和火箭 1957年 F-106A获得了自己的正式绰号 三角标枪 1959年12月15日 一架F-106A在12300米的高度上 创造了2456千米的时速记录 打破了苏联刚刚在10月31日 创造的2396千米时速的记录 F-106机长21.56米 驿站11.67米 机高6.18米 空重10730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则可达17350公斤 一台J75P-17加力发动机 加力后的推力可以达到108.78千米 最快飞行速度达到了2.3马赫 相当于每小时2440千米 最大航程为3700千米 实用升线17400米 作战半径740到920千米 F-106的典型武器搭配为 一枚妖怪火箭弹核战斗部 当量1500吨TNT 四枚修斯公司的超猎鹰 分为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两个型号 并且猎鹰系列导弹也有核战斗部的型号 并且同样挂载于武器舱中 参考越南空战的经验教训 出现了为F-106增加航炮的构想 经过精明射手工程 一部分F-106加装了内支航炮和配套的瞄准系统 并更换了被称为高度清晰的新型座舱盖 这种新型舱盖取消了金属框架 改善了世界 一门M61航炮安装在武器舱的后半部分 在肌腹部突出一个骨包 以包裹伸出武器舱的炮管 这也形成了与无航炮的F-106的外观区别 除了火控系统的改进和航炮的加装外 F-106的机身也经过了多次改进 首先对已经出厂的飞机按照最后期型号标准 进行升级改造 代号野鹅 1900年底开始增加包括前世红外搜索系统等一批电子设备 用以增强抗干扰能力和低空 以及杂波背景下的搜索能力 1962年F-106A上增加了来自海军的玩意儿 着陆沟 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防止飞机冲出跑道 这在空军还是头一早 1965年换装了更小更轻的新型塔康导航系统 F-106的弹射座椅 最初使用的是敞开的常规样式 而康维尔公司认为 普通的座椅不适合在超音速条件下弹射 而采用了自己针对超音速设计的弹射座椅 该弹射座椅经过了15次滑轨实验 11次飞行弹射实验 还进行过一次真人的飞行弹射实验 但是问题出在弹射的程序过于复杂上 不仅需要飞行员多次操作 参与弹射的机构更多 可靠性更低 导致了多次实弹弹射的失败 在发生事故的紧急情况下 造成的麻烦就好比汽车发生碰撞事故时 先弹出询问是否弹出安全气囊的对话框 同时由于空军根据统计数据发现 高空超音速条件下的弹射相当罕见 与1965年同伟伯公司签订合同 要求研发一种可以零高度零速度条件下 安全弹射的座椅 而伟伯公司只用了一个多月 就交付了第一个座椅控空军测试 空军对新座椅相当满意 很快为F106更换了新型座椅 1961年F106的订单完成后 康维尔公司关闭了生产线 到年底时任国防部长迈克纳马拉提议 重新开生产线 以生产30架F106 到了1961财年 更是拨出了80架的购买预算 1975年F15A战斗机服役 性能良好的F15A 拥有2.5倍音速的急速 赢得了防空司令部的喜爱 F106开始逐渐退役 部分移交给空中国民警备队 然而退而不休 进入国民警备队的F106 仍然担负一部分战备值班任务 直到1988年 空军和国民警备队的F106全部退役 在29年的服役生涯中 F106创造了美国空军的 单发战斗万识率最低的记录 尽管没有参与过实战 但是340架飞机中 共有112架损失 可见日常任务的繁重 F106曾在一次演习中大放异彩 为了教训教训看不起老飞的菜鸟 飞行员分别用妖怪和火箭 和高速猎袭战术交对方开飞机 F106退役后 有194架被改装为QF106无人靶机 第一批10架飞机于1990年完成改装 QF106参与的最后一次打靶任务 是在1997年2月20日 此后由QF4解体 剩余的QF106 有的参与其他实验项目 1998年5月1日 最后一架可以飞行的QF106退役 回顾美国战斗机发展史 虽然三角翼飞机显得积极无名 但是很多后继机型的机翼 何尝没有三角翼的影子呢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